夜放大曲 Nj Project 各位,大家好 有些朋友其實至上一場戲就繼續留下來 然後有一些新的朋友 我稍微先描述一下 在上一場我們以正義跟付正義 來切入到這些藝術家的後作 那在這些藝術家其實他們在討論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就會毛病在就是說 到底技術它跟人的生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我們這一場的話 其實我們的名稱是支配被支配 那其實這一個標題的話 它可能就會比較涉及到在展覽的一個題目裡面 關於潛質的這個想法 然後其實會出現潛質的這個想法 其實表示什麼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模糊的地帶 這個詞到底是不是已經被認定或者怎麼樣 其實它暫時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在想其實現在其實有出現非常多 不同的以殖民作為一個字 然後有不同的描述的詞彙開始出現 然後其實我們明明經過了關於殖民時期的討論 關於後殖民狀態的討論 可是為什麼其實在今天 在今天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裡面又會出現很多 持續的以殖民作為一個 一個詞跟 然後繼續的在描述我們今天的狀況 那因為今天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過往的殖民形式 其實照理說在一個所謂officeal的那個關係 裡面其實都已經很大量的都去除了 可是在今天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以及所有社會結構的一個變動 其實大家又越來越有人會再去用殖民來形容我們今天的某些關係 那所以遣持這個想法 以及比如說有一些人會用所謂的內部殖民 那可是不管怎麼樣其實我覺得 首先要釐清的是我們可能要回到另外一個東西 嘗試回到另外一個東西來釐清這件事情 就是以前我們中文都用殖民 然後其實我們對殖民的一些看法 那個民的意思 就是說會限定我們對於這個意義的想像 因為民其實指的就是活在某某體制底下的人 所以殖民在中文裡面在過往的想像 其實大多其實會所謂的上跟下、搶跟弱、大對小 這樣的一個是沒關係 所以其實在過往當我們中文用殖民的時候 其實往往其實都是會跟體制有關的 也就是這個強跟弱、大跟小、上對下 其實大部分都是由體制來決定的 可是我們經過了從80年代到現在 三、四十年 其實事實上支配的關係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不再直接的透過單一的體制來決定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當我去德國 然後跟一些在柏林討論後殖民的一些非洲的 非洲裔的策展人跟學者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現在都用了一個字叫colonality 也就是直性 那其實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說 就變成說我們現在其實必須跳脫體制 暫時的跳脫體制來思考現在的人 那其實我們如果跳脫體制來思考現在的人 我們其實會覺得今天的支配關係其實大部分都是平行的 大部分都是一個平行的支配關係 而且它通常不是一個特定時期的支配關係 它其實都是在特定的某些時刻會突然發生 所以我們今天的支配關係其實不是上對下 也不是大對小也不是強對弱 而是任何人在任何的資源流動跟權力流動的過程 都有可能去支配對方 你也有可能在對方支配 其實現在有很多都在討論這樣的事情 也就彼此自約 比如說 這個我就不解釋太久 可是我們在 其實說我們今天接下來跟黃以西 然後吳錡玉還有黃志玲 其實會再進一步討論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新的一個支配關係 當然他們可能不一定會直接的用支配這兩個字去討論問題 我覺得也不一定有這個必要 就是說我直接的在這邊就支配了他們 就是說其實他們會先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他們在創作上面主要思考的事情 然後就是說這個支配被支配其實比較是一個策劃的方向 然後當然對我來講 在我的研究工作裡面當然也就是因為跟他們的工作其實都是相關的 然後我們在一剛開始可能就先讓我們歡迎這三位藝術家就是黃以西武器跟陶志玲 那在剛開始我可能就先請陶志玲她談一下 不管她參與這個展覽 以及她對這個 譬如說她 她決定投入在這個展覽的一些想法 大家好 我是黃以西武器 那我平常就是我的工作其實是一級的人跟作家 然後我通過兩個書 所以我其實平常的工作方式是比較用書寫的 所以說這次來參與這一個剛才書的展覽 然後是用美術演講的展覽 就是給自信的展覽的方式來表現就是這個形式對我來講 很特殊那選用這個形式 然後我也會覺得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那在談我們作品之前就是我想要先就剛才建虎談的 關於這個製片與被製片的題目來做一個 就是我自己對這個的闡述 因為我這次的作品其實也是比較關注在 就是網路時代或是網路生活對於當代人的一個身體環境 是怎麼樣子就是我們怎麼樣子的去感受它 我們怎麼樣子的去論述它 那今天我們談到支配與被支配 那對我來說支配與被支配還是一個就是 就是它直接在我們連結上的事實上是一個比較過往的一種 由上而下的一個感覺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時代一個所謂的平行的人跟人之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進入政治為之 和與被支配的一個關係 然後在我看來我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詞次 我會覺得這有一點像是一種創造性 或者是建構性的牽制 那就是說在 就是當我們之前也是在談 比如說當我們也是在談Meta的時候 我們在當地說是一個後設 然後就是那是一個發動者 一個創造者一種由上而下去 創造一個結構把人安定進一個體制 然後把它指定進一個一個秩序 是這樣子的一個後設者 那又或者是說我們今天在 藝術創造例如小時候的情況 像我們會說那是一個至高者 像一個神在神前戰 那所以說當天它原本是一個後的一個高者 一個位階的時候 但是在現在在一個網路時代的屬性裡面 就是我不會覺得已經從一種當方向的Meta變成 就是不違Meta 那Meta這件事情的複雜就是在於它可以有限真正 那當單向的Meta 它本身就可以不停的創造性跟建構式的不停的真正的時候 不違Meta就會讓整個關係變成是一種 就是不停的递爭的變得更為的複雜 那這也是我會認為說 就是直接的導向的 就是現在剛在人在張職的一個網路世界的生平的處境 那我這一次的作品是有兩場 然後好像是要先網路報名的那一場是在 就是說在一夜的展場是看不到我的東西 然後又是8月28號又是9月1號 都是禮拜六的下午 然後一場的題目叫做卡布塔錄金 然後第二場是叫做佛赫斯現場 那雖然是講卡布塔跟佛赫斯 但是這事實上並不是一個文學的或者是卡布塔跟佛赫斯的研究 那我對他們的解讀也 那也不真是我對於他們作品的解讀 而是我只是提用一個文學作品裡面 它所展現的一個意象 然後重新的試著去創造一種 我覺得就是人在這個網路生活裡面的 的一個身體的情況或是身體的面貌 那我很簡單的介紹一下就是說 在卡布塔的路徑裡面就是 卡布塔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熟悉一下 然後也都曾經讀過很多相關的路徑 然後但是對我來說就是我一直沒有辦法 就是我我對卡布塔的 我在卡布塔的小說的時候就是 那對我來講是一種非常私密的容物 因為那一切就是說在那個長天大陸的一個論述裡面 就是那一切那整個世界對我來講是一個假的世界 那如果大家有讀過大家可以知道 那你這個所有事情都是非常的現實性的 就是那是每一個現實性的反應 你跟人你跟人際之間一個非常現實性的互動 那你遭遇的經歷全部都是一個現實性的配難 你知道我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就是這個世界是懸崩的 這個世界是被添造出來的 那最後那一個看起來很理所當然一步接一步踏出去的 就是卡布塔的故事從頭到尾 我走出的一個路徑跟結果 對我來說它其實是走向一個幾乎不可能會發生的世界 或幾乎不可能會發生的故事 所以就在瑞族的過程中 我是親眼看到一個幾乎不可能會發生的故事 如何的確實的發生 那這件事情跟網路的生活跟當今的 當今的當代人的主經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當我今天就是當我在作為一個讀者 我在讀桑塔的故事的時候 我是一個反觀者 然後我看著他自我感覺良好的 近乎凡目的自以為可以沾沾自行 然後就是毫無警覺在面對那個世界的時候 就是我心裡講就是你沒有發現你的世界已經被你自己掏空了嗎 那可是事實上在那一個世界裡面 就是他面對他的寶靜的那種不加警覺 或者是無法警覺其實反過來 其實是跟我今天在網路生活裡面的情況是非常相近的 那我對於今天的網路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網際網路所帶來的時代 以前我們會用一種見面的方式來討論 但是今天我知道他已經不只是一種見面了 就是他已經成為一種見面了 就是他已經成為一種欧拉 就是我們說的氛圍了 那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 以前我們討論我們如何去跟一個見面相處 我們討論我們如何去進駐這個見面 可是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沒有所謂 關於這個見面的進駐 我們已經直接就在那裡面了 那當我們直接在那裡面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越角越緊 然後有時候 你能夠擺原理已經長成一個奇怪的樣子 然後有時候 你有辦法反思的便是自己的那一個面貌 但是總而言之 這就是我在那一場演講裡面 想要試著跟聽眾一起探討這樣 然後那個 郭赫斯的現場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郭赫斯就是在他在小說裡面 一直明明一道多的比喻 就是他曾經在他的一個故事裡面 然後他就在 他就平空創造了一個角色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的說 我平空創造了一個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在他的生命裡面 就是不停的教育各種秘境 然後感覺到痛苦 感覺到快樂 感覺到有成就感 然後感覺到對未來的希望 然後他說 他一路看著他的角色 然後感到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忍 因為他說這個世界上 遇到的祕密就是 絕對不能都有任何人來告訴這個人 說其實你只是一個幻影 其實你只是一個被炮製出來的幻影 然後就是說他一路就是 就是他其實 他是唯一知道這個祕密的人 然後他一路祝福著他 可是他一直感到就是 非常的有危機感 因為他覺得這個人 就是永遠泡沫一樣的消失 可是這個人還是一樣無憂無虐的 或者他自以為會很長的一生追求的 他自以為可以追求的永遠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故事的結尾是 這一個說了 就是這個故事中的我 然後他說 到後來他發現了一個 這個世界上更大的秘密就是 其實他是另外一個人 所放置出來的幻影 也就是他其實也不是真的 所以說他在整個他自以為的生命裡面 他為另外一個人的擔憂 他自以為對世界的 重大的洞察的承擔 其實也全部都是假的 那 波赫式的 就是 波赫式 讓我會覺得 跟網路事件 網路生活 就是可以凝結的地方在於 就是那一個 從虛構又不停的 再次的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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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就是 當我去取一個名字叫做 波赫式的現場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 I don't need 因為 在我看來 波赫式的世界裡面 並沒有所謂的現場 就是如果現場 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是一個剛下的東西的話 那或許 並沒有一個所謂真實 真正的現場 就是當我們 比如說當我們在看到一個 鏡子的比喻的時候 就是 好像很多很多面鏡子 一個全部都是鏡子的長廊 有時候你感到一種 無限真正的 的玄武感 可是你會覺得 唯一令你安心的是 總是有一個 開始的地方 比如說你好像是 愛麗絲夢有限定的時候 他的房間 就是那個開始的地方 然後但是 當然但是我們想要 在這一次的 作品裡面 討論的那一個現場 是事實上 並不真的有一個 起臉的地方 起臉子 或是對面那一邊鏡子 所映過來的 另一邊 也就是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幻影 那也就是回到剛才 最開始講的 就是我們會覺得 那就是一種 護衛Meta的處境 等 那 我在想就是說 讓你先 在這座台 你先台 其實就會先 建立出來一個 已經相當複雜的模型 然後 我會覺得其實這個 這個我會嘗試 再去連結的其實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 我覺得護衛Meta 這個說法 其實是 非常有趣的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 你們在那個展場的這個場 就是說走廊的時候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有那個 超市井 就是科技正義小組 他們其實 有 用了一個路由圖 就是 現在路程的那個路由圖 做了一個正向 然後你們其實可以從那個圖裡面 其實去想像 去想像 去想像 雖然那個圖其實是來自於真實的一個 關係的一個描繪 可是其實 它實際上 你從那個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個體跟個體之間的 關係的複雜度 然後 在這裡面其實它就會出現 一個部分 其實也是在我們這個展覽裡面 其實 討論到非常多的事情 都會涉及到所謂的書寫 然後其實 書寫的技術跟今天科技的技術之間 它到底 我們 到底是 比如說 是真的呢 還是我們真的 置身在一個真實空間 或真實的時間裡面 還是我們本身其實是 在用一種方式來講 就是說如果我們彼此之間 可以是一個 互為Meta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彼此之間 其實是 互為虛構的 然後 然後在這樣的一種狀態底下 其實 就是說 我們目前好像似乎捕捉到的是 創造性 也就是說 作為所謂虛構的那個創造性 似乎其實是 某種證明 存在感的 那種 可能性 那這個其實會涉及到就是說 不管是無其餘 或者說 在接下來討論到的 那個 制營的作品 其實都會涉及到就是說 我們在很多的 在過往的一個 不管是 反殖民 或解殖民 或者去殖民 或者說 我們在反對任何的支配裡面 我們往往會 有一個是 法農他 他非常擔憂的一個方向 其實就是更原說 也就是更原說 其實他會決定出起點 他會決定出端點 然後我們對於殖民的反對 其實是透過更原說 來建立起這個對立關係 來確立起這個差異性 可是我在想就是說 剛剛以西他雖然是用卡夫卡跟波赫斯 來討論一個網路空間 今天所呈現出來的 跟個體的關係 可是那裡面其實 有一個 有某種真實性 我們待會其實 透過無其餘跟彭志穎的 作品的後續的討論 其實都會涉及到 也就是 我們現在人跟人的關係 如果是在一個生態系裡面的話 那他其實應該不是搭而紋世的 那其實也就是 他不能透過起源說 來建立起差異性 而個體跟個體之間的關係 其實他不會是透過起源說 而顯得是有限 他顯得是一個被決定的 那我不曉得 吳其鈺會不會聽到我關頭睡著 就是說 他的作品其實他在進行那個 因為剛剛從他臉上 其實感覺到有 一絲憂慮 可是其實他的作品 其實跟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再繼續 後續談下去的 因為他其實在討論 自動書寫的問題 而這個自動書寫 其實在他的想像裡面 其實他把它擴及到 擴及到所謂跟 地理的一個想像 還有對力量的一個想像 然後在這個力量跟 跟地理的一個想像裡面 其實到最後這個自我 到底如何被確認 他到底是一個 就是說 因為他在這個 就是說 不管是 就是說 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協議 就是在網路上使用的 通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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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 或者說有很多 就是說 現在你打開一些網路平台 其實他都會 不斷的在問你是 知識人 對不對 然後其實你必須要 然後現在的 驗證方式 越來越複雜 他要傳到你的手機 或他要傳到你的 別的信价 然後 我們在這個自動化的過程裡面 透過那麼多的驗證 其實為的是 要幹嘛 知道在電腦前面的 這個人 到底是不是 好 那所以 我們接下來就請 那個 吳琦 再繼續 對這件事情 做一些採訊 謝謝 老師 你再講 可能就 沒有辦法思考 越來越會 沒有 我是 就是 吳琦 我的作品是 在這個樓層 走到最後的一個展間 對 走到最後 走到那個 走到底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很大的房間 然後裡面有一個小屏幕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 聚在那個 相機前面 看那個 那個 錄像狀自 然後我可能會大概 講一下 有一些 關於這個作品 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 細節表述 沒有辦法在這裡 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想要 大家也會碰到很多人 會 好奇 說 這個作品的 滿多部分 所以我想說 在這裡還是 先跟大家 大概講一下 就譬如說 怎麼樣開始 有這個想法 然後 一直到 怎麼樣去 規劃出 最後這個 錄像裝置的樣子 然後 主要是 實際上 一開始 最早碰到的是 我覺得這是從 滿滿當下的 生活經驗 開始出來的 就是有點像 平常會寫 不管是 可能是 做作品 或是有發想 會想要做一些筆記 從 在這一項很簡單的 在溝通 或者是書寫的 這個狀況下 開始碰到 開始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基本上 現在的情況是 我連做筆記也是 在 我覺得可能不帶筆記本 像老師可以來用筆記本 像我可能就是 拿著 就是用手機把它 寄在那個記事本 對 然後 我剛剛在寫 就譬如說 我要 就譬如說 有一個簡單的草稿 你要記下我 他講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發現 我可能打了很多字 就是 譬如說 鞋條 那個鞋 但是我好像不太會寫 下一個字 然後 就會碰到那 每次寫的時候 那個 可能不太會寫中文字 然後你寫了 然後 沒有辦法用手去書寫 但是 我在 在電腦前 在手機前的時候 他可以幫我 告訴我 譬如說 我要寫第一個字 他告訴我第二個字 可以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 這個除了在工具上 很有幫忙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 可能我寫了這個字之後 他告訴我另外一個字 我開始發覺 好像另外一個字 然後 然後 就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可能 有時候他們建議的 好像比我 有點想的 逗想還好 或者是 在 就是不只是中文 在英文可能 那個數據 建立的更清楚 就比如說 每次拼的時候 我可能講一句話 有三個詞 我不會拼 但是 所以 所以 我可以講 但是我沒有辦法寫 但是我可以打字 就有點像這種感覺 就 很多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發覺 他的建議 他的建議 事實上提供自己的構思 或者是 沒有辦法感覺那個 到底哪一個人的選擇 比較適合 我覺得很多是 可能他不一定是人 他是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數據系統 然後 就從很多部分 就比如說 除了在寫字的拼字建議 或者是選字建議 或者是像 在Gmail裡面 不知道大家會看到 在 比如說 人家記著一段信之後 然後 我看到這個信的時候 他會 他會告訴你 現在 現在我看到 大概都是三個選項 就是說 你要回答他什麼 你要回答他 好 那就明天見 或者是 你要回答他說 可能下次再說 然後 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還蠻方便的 就是 那明天見 我不用回信 我直接按這個 然後就幫我回信 然後有時候我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 這個系統 越貼密 越清楚的時候 他會幫我 越行越長 然後我可能之後 需要回信的機率 就是更少 對 所以我就 有時候放到很多 像這種 這種狀況 然後 或者是 可能更多的系統 大家都會蠻清楚 會看到就是 很多系統 他都會是 你在用網路的時候 他會收集你的 使用經驗 然後數據 然後給你 他覺得你需要的 那個 你需要的廣告 讓你看到的廣告 或者是 大家都蠻在意的 就是 比如說在台灣 那個Facebook的使用 頻率非常高 所以大家都有在意 那個Facebook 他改了演算法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大家不想看到 太多廣告的Facebook 或者是 或是怎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 從這種 就是很多種種的現象之後 開始感覺 好像 好像 在這個時候 或是在戰爭之後 應該說 對我自己來說 或許有些人覺得 這樣的未來 可能還蠻遙遠 但對我自己來說 就是 好像沒有 存在人類的思考 就是 應該說我自己 就是 存在我自己的思考 還存在 就是比如說 我在寫這一個 這個作品的時候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是 我很認真地 先把整個 整個概念的 整個腳本 比如說整個 旁白我先把它寫完 但我在寫的時候 就會邊寫邊想說 欸這個是 這些建議到底是 就是 我自己想出來 就是屬於 藝術家自己的 創造 還是 還是可能 藝術家透過了別人的協助 對 或是我跟誰的合作 這種 這樣的感覺 所以有很多情況的時候 就開始 會想到 這樣的當下奇跡 就是有點像 那是其他那個 那個是驗證嘛 就是上網的時候 你使用網便會一直碰到 你需要 你使用的網便到同一個部分 你就需要 經過一個驗證碼去確認 就是 欸這個用戶 事實上是 是人類本身 然後那個驗證碼 它會透過時間 一直在改變 有不同的驗證方式 來確認 就是 電腦的學習中的 沒有 可以 沒有辦法跟上 那個 它的驗證的方式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變成 很對的 就有點像就是 那個驗證的方法 變得 一直在出現 因為事實上 你沒有可能真的 有一個方式去確認 在你頭去確認就是 欸你這個人 你這個是不是真的 然後應該說 這個最早會 聽到這個 感覺的時候 就是 事實上是很早以前 我聽到 就是 那個時候聽起來 有點像是一個 城市的傳說 但事實上我覺得它已經 我覺得事實上也沒有太 也沒有到太特 只是我聽到一個朋友 就是說 他說他在 那個 就是在 荷蘭的超市 他們有 他的那個 比如說他的會員卡 他的 他的 bonus card 就是你用那卡買的時候 所有的 就是你有那卡 超市裡面會有各種特會 但那卡是免費給的 但是我碰到 所以大家去的時候 就是先去拿一張特價卡 然後我就碰到 有一回合他的朋友 他就說 他沒有在用 然後我很好奇 質問 那當然就是 他們可能有一些 比較 對於 因為在公司裡面 有些對 就是對個人的 人權比較在意 個人的 隱私權比較在意的人 他覺得 他聽過那個卡 比如說 是啊 你拿了卡之後 你去註冊你的地址 然後他會開始寄給你 一些廣告的推薦 就是商品推薦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 他說當時有一件事情 然後 你知道我沒有真的看到 那個新聞 那當時發生的事情 就是 那有一個女生 他就是 他可能平常採買紀錄 他就這樣買買買買買買 然後之後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就 他就收到那個 採購 他就收到那個 就是什麼 他推銷的 推銷購買商品的清單裡面 有出現 像夜運 出現夜運棒 然後之後才發現 他的數據 透過他採買一些食物 跟有懷孕的 對 又有使用物 是讓他們採買東西的 相似度很高 然後他就 所以他們推薦他 他說 那是我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過了幾個月 之後他就要懷孕 對 然後我覺得 好像是一個城市傳說 對 我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城市傳說 但我覺得好像 事實上沒有那麼難想像 對 就是 我想就是這個在此的時候 講大人 都覺得好像是真的 但事實上我找不到的行為 對 所以就有點像這種感覺 就是事實上 這個問題 可以人家在問就是 人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種 對 對 就 助理就是這個 對 就是你們看到裡面 就是這個 就是 應該說這感覺 就是讓我想到 有很多人會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當數據越來越 數據 大數據 整體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是不是 人不是最了解自己的 互動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衝擊 對我來說 想像是 衝擊是蠻大的 就是 因為 在台灣 比如說 在台灣大家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 人決定 投國投出 神聖的一票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每個人的票都 每個人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如果 之後發現有一件事情說 你的決定 你決定要選誰 事實上不是最明智的選擇 給每一個人去選擇不是最明智的時候 那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像 我的世界的價值觀有點崩潔了 對 就是 那台灣的生活方式不是最適合的 然後我實際上就是有點從這樣的感覺開始出來 然後 在裡面 在作品裡面實際上我有試著結合 幾個不同 就只有在這個時候看到的 在最近 可能看到的一些想法 就是關於 主要是一個 因為碰到 人跟 人工智能 比如說 我們在使用 在使用數據建立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開始有另外一個 可能是有智慧的東西 它跟你的智能在選擇 對 然後會讓我想到就是 在 就在裡面 一個影片中 我試著結合兩個 當時 可能 兩個我覺得情境很相近的情況 就是 那個是 那個時候從美劇 我在看西方世界 對 西部世界 對 裡面看到 就是它說它 它裡面提到 這是第一集 對 這是第一集的時候提到 提到就是 他們用一個 在1976年 大概七幾年的時候的一個 一個假說 在之後沒有人 沒有人廣為使用的假說 心理學假說 就是 二分心智的假說 在談說 人 當時的人 就幾千年前人的意識狀態 就是他的思考方式 但是他認識自己的方式 事實上 跟現在的人也不一樣 就有點像是 他看說 當那個 人的腦部 有分做 在執行的腦 在執行的腦 跟在思考的腦 所以當人碰到一個危機的時候 思考的腦會告訴他 他應該怎麼樣去面對這件事情 但他說 在那之後 因為發生了 他提出了發生了幾件事情 他發生了環境的變遷 然後人口俱增 然後因為戰爭 戰爭興起 很多戰爭興起 在比較危機的情況的時候 人的原本的思考方式 沒有辦法再去處理 他面對問題的時候 然後加上語言的發展 所以他開始 出現了一個新的意識 就有點像現在在思考的方法 就一定有辦法去自行 去認識 領域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個 會滿有趣的就是 他說環境戰爭 能口俱增 然後我講 這不是跟現在發生的情況 還接近 就好像 現在一直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在那個 可能座民裡面會提到 一個很多不同 幾個不同的情境 就比如說 在現在氣候的變遷 或地震 產生的地震 就是地震 地震在台灣開始 或者是在環帶上 在環帶上 開始變得更為頻繁 然後政治的情勢 現在可能變得更為極端 然後人口俱增的情況 然後當時的人 當時的人的意識 因為這樣的情況 它變成 它出現了另一種新的意識狀態 那在現在的時候 人跟數據的意識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出現下一個階段 人的意識的想法 所以整個概念大概是 從這樣出來 然後主要是我在最後 把一個影片 鬥士田影片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把它想成 那如果在這樣發這兩個角色 有沒有辦法變成 影片的主要元素在裡面溝通 所以裡面事實上主要 那影片有點像是一個 整個劇本 整個文章的視覺化 因為你們看到它裡面 有一支像是 寫數據從機械的手臂 然後它一直寫出訊息的內容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在旁邊 在聲音 你聽得到的聲音 在裡面對話 或者是他們互相 把這一個 把這種角色 視覺 就是透過影像之間 出來 大概這樣 那那個 其實我們延續的那個 剛剛 李希所談到的一個 互為Meta 然後我覺得在 齊玉那邊 其實它 它進展到了一個 其實我們今天在談的 比如說 機器學習 或者 學習機器 其實它 反正有一個 交互學習的過程 而在這個交互學習的過程 其實它反正 其實那自己的信息 就變得 更為模糊 所以在那裡面的 那個 權力關係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剛剛 呃 烏騎 其實它 把這些現象 它提供了很多現象的想像 其實是 非常準確的 其實是 蠻有趣的去 提供出一個 我們現在 那個存在狀態的 某一種 一定性 那 在這件事情 其實 我在想就是說 接下來 自營可能會 突然的把這件事情 如果在它的創作裡面 其實會突然把這件事情 好像拉回到一個 一個對殖民的一個考古裡面 好 然後在這件事情裡面 其實會非常有趣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 所有涉及到 討論殖民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 大部分的藝術家 在處理 面對 跟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都是一種 相互坎合的狀態 而且這個相互坎合 並不是把它變成一個 非常明確的 一個連結的關係 而是在這個關係裡面 執民者跟配持民者 或支配者跟配持配者 或者這些所謂的權利關係 關係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它都會交互的學習 而且在這個學習裡面 當然也會出現抵抗的話 很多 所以我覺得 智穎在這個部分 其實 它跟 Caspar合作的 作品裡面 其實 非常深刻的 呈現出這件事情 然後 有一個 智穎在這一次的作品裡面 比較沒有強調 可是是智穎創作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它所有討論的問題 都跟機器 本身有關 就是 在你的過往的一個思考裡面 那我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 就是說 對於 它 作為一個 影像創作者 以及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 討論執民問題的 創作者來講 其實是一個 很新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當地 來 跟我們分享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來 參與這個 一個 演講 我第一張圖 好像 不是這個 那個 我第一張圖 應該是一個 有點像是 咖啡店外面 會有 會有的 對不對 像這個樣子 我這邊要先 謝謝老師 給我 給我們這個機會 今天可以在這邊 因為 我來到這個當代館 我就想到 其實在 快要十年前吧 2009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來這邊 辦展的時候 那時候 我也跟吳祺鈺 然後也是跟老師 在這邊 也就是說我上一次來這邊 展展的時候也是跟 這樣的組合 然後我們那時候 在外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那時候出生了 我們 比較 有點年紀的人 那時候我們 我們熱血在外面 蓋了一個 潛水艇 然後在外面 退這樣子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過了 九年 就是 我也可以看到 大家各自的 對藝術的想法的 跟進 還有 大家 對於當代藝術 或者是 就是思考 怎麼樣的演變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還有 大家討論的方式 怎麼演變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比較想要 直接的 先介紹我的作品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 進入討論 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們是怎麼想的 然後我的作品 一開始是 從 這樣一個圖片開始 如果 如果你在台灣 去 康青龍 或者是 武士拉 買飲料 你要帶走的話 你會說 外帶 可是如果你在 外國的話 他們會說 這個 不夠 就是說 你帶走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去 德國的 柏林 去玩 然後 我就看到了 有一個 公園 它外面有一個牌子 然後他就說 反正我也看不懂 那什麼 反正我的照片 也就不夠 對不對 我想說 你說公園 你要我帶什麼走啊 然後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其實 就上面 徐丹老師 還有 建仁老師 一起來講 其實我覺得 其實到最後 藝術家 跟行動者 或是跟 人類學家 一起工作 其實我自己發現 其實我沒有辦法 真的去處理了 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最後 一天會發現 一家 如果說我們真的有價值的話 就是我們 至少 敢問一些問題 然後 敢去 看一下這個問題 怎麼有可能去 去解答 那解答的部分 我們需要很多其他專業的人 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就想說 這個 你要我帶走 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去問了一下 去上網 Google一下 就是為什麼 這個地方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牌子嗎 然後 後來 我就發現 原來 這個地方 它其實這個 塗夠指涉的 不是黛州 而是一個國家 叫多哥 它在西非 然後 其實 他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牌子 原來 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然後 甚至有多哥的運動 他們甚至有在 舉行一些 街頭式的演講 討論 街頭上 這個牌出現的問題 那他的做法 就是幾乎每一個月 或每兩個月 他會 組織這樣子 街頭的演講 那 放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去報名 然後去參加 他就帶著你 在這個區域 因為不只這樣一個牌子 還有很多牌子的問題 他就帶你 一區一區的走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牌子在這邊 為什麼會是有問題的 然後為什麼我們覺得 應該要把 這個路牌 或是工人的牌子 做一些改變 然後後來 我就接受到 這位叫做 阿明 他自己是一個 練政治學的人 然後 他是從多哥來的 但他是更早 他不是 就是你們知道 這幾年歐洲 很多的 所謂的 難民 但他不是這一坡 他是還有 前面一坡 然後他已經來了很久了 他也學了德語 然後你也知道 就是在 如果你住在非洲的話 你其實會有很多的語言 他也會說法語 會說阿拉伯語 然後 他後來在德國 他就開始學習政績這樣 然後我就對他的 運動 還有他的 他的 他的 討論問題的方式 你也不興趣 然後 於是 我就跟他 做更多的詳細的討論 那他就跟我說 對啊 就是這個公園裡面 他叫做 其實你剛剛 給你看那個牌子 他其實名字叫做 永久的殖民地多哥公園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這個公園會這樣子叫 是因為 在納粹的時候 他們很氣憤 為什麼 一戰的時候 我們輸了 然後輸了所有殖民地 要不是我們輸了 我們應該 這邊也有很多的殖民地才對啊 然後他為了要告訴他人民說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以前有非常多的殖民地喔 然後一次就在柏林的北方一個區域裡面 用非常多殖民地的名字去命名 然後很有趣的是 在這個公園裡面 因為他們德國有一個方式 就是他把公園分租出去 讓附近的住戶可以 在周末經營他們的小花園 就是大家一起來經營這個公園 那還真的有人 真的把那邊想像成是 不論是非洲或者是多哥這樣 所以 像這個棋子就是 現在還查來那邊 它是一個 德國的帝國棋 也就是說 它應該早就該消失 它不應該住在這個公園裡面 但它現在有人身在那邊 也沒有人住過來 那這個問題反映了什麼 反映了就是 德國的轉型燈營 他們只做到 提特勒 也就是只做到二戰而已 二戰以前的事情 他們不太管 而這個東西到現在都還是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譬如說 這邊有一個街道的名字叫做 呃 彼得大街 不分成中文的話 那這個彼得大街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在緬懷一個叫做卡爾比德的人 那這個人 那這個人在 德國有盡情殖民的時期的時候 他是一個 德國派去東非 呃 實行德國主權的一個 人 也不能叫他官 他就是一個人 一個 冒險家 但 他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他在 東非其實殺了非常多的人 然後 他用進了各種的 酷刑去控制那個地區 那他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到最後 柏林必須把他交回 然後 就他其實在那個年代已經發生很多問題了 那所以他的名字變成露台 是因為在納粹的時候 他們認為 這個人 有助於他們自己的 他們總之擴散的 或是總之擴散的 或是總之擴散的 有助於他們的這個雪說 所以他們希望 重新的幫這個人翻案 所以他們在那時候 其實進行了非常多的 緬懷的動作 去重新給這個人 這個彼得 卡爾底的 更多的 讚譽 讚賞 這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一個人 他出來的權力 悼念國家 或到一片陌生的土地 他開始殺了很多的人 殺了很多人之後呢 他的名字 被用作 接到的名字 然後大家就 這種方式來緬懷他 這就是現在 在德國發展性 可是我相信這件事情 不是在德國 就是說它是一個 普遍性的問題 甚至我們 去做這個程式 也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 在這樣子狀態下 我也覺得很有趣 就是那 如果這樣普遍性 有問題存在的話 他們是怎麼去解決的 那我覺得德國人 其實也很有創意嘛 他們有很多 很有創意的做法 他們其實早期的做法就是 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說 因為在80年代 他們有一波很強的 呃 呃 就是 去殖民化的運動 然後他們就想說 對啊 阿彼得 不應該做成 街道的名字 然後他們就想說 可是我們又不想要換 因為大家明天啊 房子的門牌都令好了 我們這樣要換 要花很多錢耶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在那個牌子上面 加了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漢斯彼得 因為他彼得 他們很聰明的是 他們沒有用姓嘛 他們用了 他們沒有用名 他們用了姓 就是變成彼得大街這樣 所以他們 找到另外一個叫做彼得的人 這個人剛好在納粹時期 救了很多猶太人 這樣子 那他們想說 好耶 那我們反正也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在上面加了一個小牌子 那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彼得 不是那個彼得 是這個彼得 然後 還真的就被這樣萌充 過去了很多年 然後一直到現在 開始有學者 在同學去討論說 欸 我們這個問題 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你這樣其實忽略了很多 細節的處理 然後 我們就 我是覺得很有趣啊 就是這個 區域接待有這麼多 呃 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後 其實我作為一個 創作者 其實我也剛才也說 就是 我 我不知道怎麼做運動 我也不知道怎麼介入 我甚至也不會 我也不是電影出身的 但是我 喜歡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 跟這個阿咪一起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用想要他做 做街道的這個 演講 我覺得 也許我們可以把他記錄下來 那這樣子 傳播的時候可以更快 所以我就 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也許用影片的方式 把你的街道 做一個處理 但是我們不想要 直接拍一個紀錄片 我們可以 拍一個假電影 然後他就跟我提到 有一部 其實卡爾比德有一部電影 那個時候也是納粹在 幫他翻案的時候 他們花了很多錢 然後拍了一部史詩般的電影 叫做卡爾比德 然後 這個算是當時的 就是 經典的 劇情的 大資本的 有點像戰狼這樣子的 電影 可是就是40年代這樣 然後 1941年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就找了 那時候的 叫哈斯拉伯 現在人家不認識 他就是 你可以把他們當時 柏林洋朝偉 然後就找了這樣子的人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最右邊那個叫做 摩哈密 巴伊爾摩哈密 他是 也是東非來的移民 最早期的 他以前是德國帝國在東非的 當地的軍隊這樣 他後來沒拿到錢 就是沒拿到他的 所謂的薪水 所以他就一路坐船 想要來德國拿 跟政府拿 因為他在當地就是幫忙 幫忙殺他的 別的人這樣 然後他需要拿薪水 結果他來德國也沒拿到薪水 結果沒想到就是 納粹就說 欸你既然又來了 你幫忙拍些電影好了 怎麼樣 他就真的成為演員 他成為了第一個 黑人在德國的演員 他那時候其實薪水還蠻好的 比很多 所謂的白人的演員還要高 他其實生活也過得挺好的 那就在拍完這片之後呢 他就被送去 集中營了 因為那時候剛好納粹的計畫 越來越高漲了嘛 他們就有分滅絕營和集中營 他是被送到集中營 但差別是滅絕營你可以苦短一點 那集中營的話 對集中營的話 你要是工作做到死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在430的時候 死在集中營裡面 那我要給大家看這張圖的原因 是因為這部片很有趣的是 他的所有的影像 都是在德國拍攝的 也就是說他們拍了一個 德國人去殖民東非 一部電影 但是其實他們的所有的想像 都是在 所有實際拍攝都是在德國北方 一個叫雲根島的 一個島嶼上拍的 也就是說 這部非洲電影呢 在德國拍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實在太棒了 我們一定要就是用這個房子 然後我們現在有現成的一個公園 叫多哥公園 然後裡面有旗子 然後有很多的草叢 那我們也在這邊 拍一個非洲電影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了那個席子啊 然後請了演員 然後就是仿照這個 我們用所有靈魂去拍 因為是三層靈魂這樣太貴了 然後拍了一部非洲電影 但它其實是 反這種所謂精密實際的宣傳片 比如說我們用的那個形式 但是內容是 裡面的全面關係是散過來的 然後是由 阿明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借頭運動者來撰寫這樣 那它裡面的設定是 裡面有 其實我們用的 你們可以看到四個人 其中三個人 是三個有問題的街道 Peter 還有Rudelis 還有Native 他們都是三個 等於就是那個時候 派出去下樓的人 他們三個現在都還是街道的名字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中間有一個 黑人 他代表的就是 嗯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 前面一個黑人 前面一張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他其實真的有一個人 他叫哈馬傘 然後他是卡比德 當時在東非的翻譯這樣 然後在我們的故事裡面呢 這三個人 他們是 呃 一個黑道集團 他們霸佔了這個 多個地區 然後裡面 哈馬傘 他是一個頭目這樣 然後他跟他們一起 想要 開發這個區域這樣 然後我們有趣的是 呃 我們請到了一個 演員 他叫做 呃 他是 如果你們可能 對 德國藝術史 有一點點 接觸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 有一個導演 他叫做 Chrystal Schlingensief 他是一個德國的劇場 還有電影導演 然後他在早年的時候 拍了很多 呃 也是 怎麼說 就是很瘋狂的片子 反正那種片子都是 我們要 現在的說法就是 可能叫 D movie 他就很 逼著剛剛去拍了很多 很諷刺的電影 然後 像這個人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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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演那種 殺人狂啊 或者是 呃 也是這種 很 極右的角色 譬如說 有部電影叫做 德國電鋸殺人魔 然後 他就是在講 就是那時候 東西德 合併的時候 國中香腸還有很多 西德人去東德做觀光 然後 有一個殺人魔 他就是專門做 人肉香腸 就把這些西德人 做香腸 他就是那個做香腸的人 這樣 所以他在 裡面都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但事實上 他的職業是一個 納粹獵人 也就是說 他探保人 他在探保的法院裡面 他專門去 他實際上的工作 是一個律師這樣 他專門去找 你知道就是很多 後來 納粹很多人 他們有很多方式去 掩蓋自己的過去 然後不會被判刑這樣 然後他是那個 去把他們抓包的人 然後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 把這部影片 拍出來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呃 我們在放映的時候 他的首映是今年的 柏林影展 然後 甚至有很多媒體 還 不是很多 就是 有兩個媒體 不是主流的 但他們 顯然 這部份做得不夠 他們說 哇 這部片子很好笑 然後他們 在柏林這個區域 把很多的牌子裝上去 然後去 去拍這部電影這樣 可是事實上 是這些牌子 譬如說 你看後面有一個 呃 他翻成中文就是 小 塞州殖民地這樣 這個就是還是在那邊 這牌子都還在那邊 然後 就連 當地的人也不相信 這牌子還在那邊 而對 連當地的媒體 也都不知道 這個牌子還會在這邊這樣 因為 這是不可知性的事情 然後 就像在他們的文章裡面 把我台寫說 這個是我們裝上去的這樣 所以事實上其實 呃 我覺得 我們要凸顯的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矛盾還存在於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樣 這樣 然後 我就很開心這次能夠 藉由老師的機會 能夠在這批人 這算是在柏林之後的 第二次用 這樣的裝置的 三個螢幕的模式來呈現 然後在這個裡面 其實有一個螢幕是 等於阿密的文本 因為我們希望 他作為一個寫作者 他不是在螢幕後面 也太可以 就是我們作為相創作的人 可以跟他的文字一起並排 所以我們把三個螢幕 放在一起這樣 那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機會 可以到二樓的最裡面 這樣一個作品 可以請大家慢慢看 謝謝 很謝謝三位藝術家 其實都 剛剛做了一些說目 然後 我在想就是說 一直到治癒機 它 用非常細緻的方式 其實 說明了這整部片的一個發展 跟構成 然後 我們從這裡面 其實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 從這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即使德國殖民 非洲 其實是 那麼久以前的事情 然後 可是到現在 其實 他們依然 保存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不管他是 訊息 還是痕跡 那其實我自己去德國 其實 我跟朋友也是經過那樣的一個 然後我就想說 這裡是國際學生住的地方嗎 怎麼那麼國際 他國家的國際 然後其實那些地方 其實就是 空出來 其實讓 讓 就是開放給市民申請 然後他們可以在那邊 他們不能住那邊 可是他們 他們經期假日 可以去還年度假 然後可以經營一些 化繪 其實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事情 那可是這件事情 同時也會反映一件事 當我們以前在 調論執民 我們以前在 調論後執民 然後這裡面有 非常多的對立關係 然後有非常多 好像 訴說出 我們如何解放出來 或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 我覺得其實這些事情 都會回歸到 為什麼到今天 還沒有辦法 事實上的問題 讓人理想到這些事情 然後成立的解決 其實是 人跟人之間 其實是有一些關係 其實持續存在 然後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 在今天的網路時代 反而 這樣的一個基本問題 它可能會被更清晰的看到 因為其實 不管是網路的空間 或其他的民主空間 似乎都開放了更多的 可能 可以進行協商的場域 只是說 同時間 好像我們也被 就是說同時間 被定化一些事情的資源 在這個相互學習的過程裡面 跟機器相互學習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事情其實 其實越來越大 所以有一些細節 其實開始慢慢在消失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我們這個展覽裡面 其實 在上一場其實 我有講過就是說 其實每一位作者 每一位藝術家 其實他都很像 一般小書的作者 其實從剛剛他們在 討論的過程 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們在這裡面的一個過程 跟用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上一場其實 即使開放了半小時 大家可以討論 可是時間其實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開放大家 是不是對這三位藝術家 還有一些像 我們進一步知道的訊息 或者說 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 你們有什麼見解 我們也希望你們可以分享 好 有沒有 你們對這三位藝術家 有沒有怎樣講 謝謝三位藝術家 講過一下治理 就是 就是因為 這個展覽 庭目裡面跟正義有關 然後 有一些人正義的做法 就是會把那些所謂的 這些正義的 不管是同鄉 或者是這種 這種 威權 或者是 知名的遺址 或者是一些紀念物 進行 要有證明 或者是 剷除 對 那我現在想問的問題 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說在一個網路的 一個公共性的空間裡面 或者說 作為一個藝術的現場 他可以放到那個 協商 包括這樣一個牌子 在那個牌子上面 這一類的一種 多一個病程的這個狀態 這個在藝術上 像你剛剛提到說 有一些所謂的意識學者 會說 他這樣子是沒有 就是沒有 徹底解決 或什麼那個狀態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如果 假定 藝術 或網路這個空間 是不是 是要把那個多元性給 解露出來 而不是把它笑掉 因為如果假定那個空間 的路牌這些 全部都不見的時候 反而我們連正反思考 或來自於 變正性的思考的機會 或是機會教育 這個事情 都消失了 如果不知道怎麼看 就是說 藝術介入社會 這樣情境的時候 是增加他的爭議性 還是更希望 像阿民他可能 其實希望 更除掉那個 不義的狀態 像好像台灣最近也在 宣稱一些什麼 不義義子 這一類的 這一類的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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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是對的 就是說他 他怎麼樣去 創造那個 對職的狀態 但是我不知道 你的這個計畫 是不是你 我常常 是要把那個 根除掉 對 那因為這很呼應到 另外兩位就是說 那個根源的發動 到底是 要不要證明 說是我想的 還是機器講的 還是說 這東西本身 是不是全部都虛構 那那個根源這件事情 到底是一個根除 因為不管是根除 或重新重建根源 基本上都是根源的 想像 那如果不是如此的話 有沒有可能 比方說 像上一場指導 是一個變 生間的求生 那個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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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造 這樣 就是說 去做一點 創造變數 對對對 他說創造變數 所以 這個創造變數 這件事情 這樣是 日出在小事情 而不是 把它 取消掉 或 徹底解決 對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大家如果可以講 是不是自己先講 好 好 對 我覺得你提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會 其實 當 因為這個 研究或這個參與項目 其實也 也 從頭到尾也是蠻多年的 然後 我們有去 其實就 對於 旁觀者的角色去看 他們居民之間是怎麼互動 還有怎麼討論 那件事情 對我來說 它其實整個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那其實 你剛剛提到的 會是一個 有一方 他們是希望這方面可以留下來 不要換牌子的 不要換名片 不要換入牌的 你那一方 他們會 會提說 欸 我們這樣拆掉的話 那我們就忘記了 所以我們 我們應該 不應該拆掉 我們應該留下來 所以其實 如果 以一個 運動者 或者是 在這件事討論上 一個直接的討論的人 他們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那我覺得 因為我有問過他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不留下來 那他的想法是 覺得 好 留下來可以 那你必須要把 後續的 交易做好 也就是說 那你要在每一個牌子上面 都立一個牌子說 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那你要有 相對應的 軟體去 去 告訴人 你不能只是 放一個牌在那邊 然後不理他 這樣 所以 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接受留下來 但是 相對應的軟體是 必須要 必須要 那你剛剛說 我覺得 藝術的多元這個部分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藝術家的角色 我覺得 首先我必須要 就是 我的想法 或是我跟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其實這個作品 如果今天導演是一個白人 的話 其實玩笑是不能這樣開的 因為他們 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一個 黑白的問題 黑白的問題是一個非常 非常 呃 棘手的問題 所以 今天白人如果 這樣子穿 或是這樣子做 一個導演出來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 如果今天是一個 黑人導演這樣拍的話 那其實他又下手過於 就是 太 你說太重 或太輕 就是不對 所以 其實我在影片裡面 也有強調說 我是一個 我們是 所謂的 BOC 就是 people of color 我們是一個 我們也是 所謂的 有色人種 但是我們不在這個框架裡面 然後 有一個外來者 來詢問的方式 所以說我可以 用一個 可能性 一個 幽默的方式 來讓大家 回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 當然我在做的時候 我知道這件事也很危險 因為你只要 一旦碰出民族 一旦碰出 種族 這個大家都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 就我也跟他們做很多討論 他們認為其實 對 這個東西可能 真的就 必須 一種 這樣子的人來拍的 不然 他們 不管是白的是黑的 來介入 都會形成一種二元對比 對 然後 我覺得 WPAN到後來可以完成 而且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真的遇到 太大的 低盤 可以強力的 狀態 對 這個不錯 就是 人們跟主人 我沒有碰到這樣 我沒有 我沒有剛好 碰到那個 接盤的 這些事情 在做的一天 不過 可以 就是 像照我情況 這個說 像 比如說 人跟機器能不能分辨 或者是 那個 那個接盤是不是能夠 是不是應該完全去除 或者是應該 怎樣被保留 比如說 像 人跟機器 在我作品裡面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我是比較悲慣 對 就是我一直說 就是 人跟機器 不可分辨 對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那個是 必然發生的事情 就是 你沒有別的方式去 你在收拾 沒有別的方式去 去再辨別 所以 如果用這個方式來想說 那個接盤是不是應該更除的時候 我會覺得 當然就有點 事實上 某一個部分是 當然願意 對於這個訊息 認識到什麼程度 因為 就像說 這個圓文的接盤 再加一個小綠盤 或再加多一個說明盤 當然願意看到什麼程度 因為 因為接盤在那邊 你可以做到 盡可能的做到說明 但是 人家願意 聽到哪一段 比如說 我看到大接盤 我就滿意了 那可能 那可能 這個是 你不把控制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 有點像 這樣的情況 就是 很多 在現在訊息 這麼大量的情況下 很多人 對他來說 他願意接受的便利度 到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 會影響到 就是 他到底願意思考到 哪一個階段 或者是他願意相信什麼 所以我覺得 某種程度 我會覺得比較悲觀 是 這個現實實上 很多時候 是 你是 我們是沒有辦法分辨 當然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 那個 可以分辨到什麼程度 是 應該說 我覺得 某種情況下 就是 如果你要以很解僻的 觀點來看的話 當然是永遠會長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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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問題是你的作品 如果我們想 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分辨 但是 就是說 因為剛才 就是 你和 問題是說 就是 今天 我作為 或者 這樣子 就在一個現場 但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一種很現實性的 的歷史 或者是 狀態 就是 就是這部分 因為我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思考 但是 就剛才講的 那個 處理 或者是 建立所謂根源的問題 然後 或者是 其實也是 情慾的 作品 包括他提到了 就像 西部聖殿 然後 再一個 人跟西部聖殿 如何呢 有一個終極的電解 然後還有 剛才我自己 在談到 我來談到有沒有 一種 不謂真正的 終極的 現場 還是說 一切 都是 互為 美好 然後不斷的 虛弱出來 我會覺得 就是說 當我們在 去談 根源這件事情 比如說 像 剛才的 在自己的談法 裡面 就第一段 很現實性的談法 因為我覺得是 怎麼樣子都不可能去避免 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 就是說你不可避免 要去 去還原 或者要去明清 可是 如果我今天從 宇宙文學 或者是從 一種非常 純粹的 這種真正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很沒有 就是我們會把 所有的歷史都在 揮向一種 就是所謂的歷史書寫的問題 我會變得無法去瞭解 歷史這件事情 最重要 當我們在談 根源這個東西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講的 根源 其實就是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什麼是真的 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 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根源 事實上是扎分在一個 確實的脈絡 像是一個 五爪章魚一樣 是一個真實的脈絡 這些脈絡 它都向它的附近 就是陌生的牽 自己 自於一件事情的存在 確保 跟它所相關的 自己所有的存在的時候 可是我在講的根源 其實比較 像是就是 當時來 其餘的附土在談 人類的時候 就是 有沒有所謂 一種人類心靈的根源 還是說 在人類跟機器的互動當中 就是我們 就會有所疑似 又或者 就是說 事實上那個 互動的本身 那個催促瞬間 其實就是所謂的根源 那 我在看待 這樣子的一個根源 我會覺得 從一種圓圓表 我會覺得一個 虛構的第一個動作發出來的時候 我會把它看成是一個 在 在 就是我關心的裡面 我會覺得 那是一個真實的根源 就是說 當 這也是我會覺得 人跟機器 或者是 就是 人類的 真正 最為一塊的地方 就是 你如何從無到永不去 創造一個東西 然後 所以 因為像剛才 剛才有提到 西部世界 然後在西部世界的 第二集當中 就是他 就是在裡面的角色 然後 就是突然 有個意思 就是他們本來就是人家 控制的機器人 然後他就說 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所遵循的動機 就是 就是跟故事所續寫的情節 我就說 他是一個EDI人 然後我的動機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維護我的部落的榮光 可是當有一天我意識到 我只是人家 製造出來的角色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的動機變成是 就是 我要去傳播給所有的機器人 告訴他們 有別的世界才是真的 你全部都要寫過來 那這就是一個動機的 這就是一個動機的轉變 那當一個人就是定義了 然後並且去發展這個動機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真正的根源的損戰 就又比如說 我們在之前有一個電影 然後叫人造醫師 然後他也是講 就是 就是他經歷有一個女生的機器人 然後非常非常的像真的 就是完全沒有破綻 然後他們找來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男生來測試他 然後後來那男生真的愛上了這個機器人 然後他也相信這個機器人 完全的愛上他了 就是這個動機已經是比 所謂的 我們在講圖靈測試這件事情 已經在高級很多 就是那是非常先進的 就是觸覺的東西 或者是感受牽動的東西 就是他完全的 確定這個機器人是真的愛上他 那到最後的結局是 這個女機器人 他為了想要騙過他 所以說 所以說他假裝愛上他 那他為什麼要假裝愛上他 因為騙過他以後 他就可以獲得自由 他就可以逃離這個 他們一個機器人社的監導 那動物來說 事實上這就是這個機器人的動機 對 那當這個人 他就是重點比較 他是有什麼製造出來的 而事實上他決定自己的動機 並且有這個東西去發動 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行動 有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 這是一個最初的基地 然後也就是 就是剛才寫 提到的更遠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很快的 稍微再整理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這裡面 似乎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 我對於那個 就是說不斷的在痕跡 就是說留下來的一些痕跡 然後再去附加 不同的敘事 也就是說 再去追索 他的一個 正確性 可是我們剛剛這樣談 感覺上其實 只要不斷的附加 好像他會更正確 或更真實 因為不斷的去追索 他到底是怎麼組成的 可是其實有一個 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欸 我舉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其實一直感到我很久 就是說 欸 就是說 當我在study 的228 高雄的228的時候 其實 有那個 其實證據 其實非常明確 其實陶夢期 陶夢期 就是當時 駐紮在 在高雄的 那個 那個 長官 然後其實 有那個 我們非常清楚 其實在蔣介石 還沒有下戀之前 其實他就提前鎮壓了 就是提前鎮壓了所謂的暴力 進行的屠殺 可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是 其實 後來大家沒有太注意 其實 他的兒子 他現在 他的兒子其實 現在也是 算是大老闆 然後其實 他 他就提供了一封家書給 兩位中年院的研究員 然後這兩位中年院的研究員 就非常有趣的 就只 根據這一封家書 然後就說 陶夢期是受了當時的市長之托 所以 其實這個非常有趣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也就是說 其實 就是說 當我們 把整個 對於敘事這件事情的權利 先開放的時候 他不會只是像 像 治癮 那麼善良的去 就是說 去追求這件事 甚至我們無法去區分善良或喜樂 其實他會有 出現不同的證據 他會出現不同的敘事 然後 所以 我就在想就是說 假如今天 在高雄市有一個 二二八的 莫名其妙的牌子 然後 然後接著 所有證據都不斷在那邊 就人家在開視窗一樣 所以 所以我們到後來 其實 我們的世界裡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 對脈絡的說明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 就會 就會回到一件事 這是 如何整個脫離 那一個 那一個 真相的 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 也是我們這個展覽 其實 要不斷的去趨近 去想像的那一塊東西 就是說 應該在上一場 其實有稍微 也講過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如何在 生態關係裡面 不斷的打開協商空間 可是如果 依照剛剛我們在討論的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要打開 就是說 以西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真正的根源 是真相的問題 真正的根源 是每一個敘事發生的 來創造 創造這個時刻 那這裡面其實 其實會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也就是說 在協商空間 被打開的時候 原本那塊牌子就這樣 無聲無息 就在那一個公園裡面 然後它好像 我們其實不會知道 到底 因為這個牌子留下來 到底 那個殖民的痕跡 跟所謂 德國人的優越感 這件事情 會不會這樣殘存著 在那邊流動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可是當今天 有更多的研究去 去跟他做一個對質 說明 然後這樣繼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 表示正的根源 就是一種協商 可是萬一 卡爾比特斯 也有一個小孩 非常愛他爸爸 然後他又出了很多家族 其實都是別人叫他殺的 那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 會有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我 這個協商空間 其實是需要更多的人 的東西 我們才有辦法去面對 這種不斷開始跑出來的 那個虛實的世界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就是說為什麼 彈腿越是容易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很有趣 就是正義其實它本身 或許不是一個 終極的解決方式 而是某一種慾望 大部分人被 他感覺他被 不好的對待的時候 所渴望的一個對手 所渴望的一個對戰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說 很有趣 因為我們剛開始其實 有很大的焦慮 就是說 欸 哇 那叫以西潭的東西 到底要怎麼樣 跟齊玉 連在嗎 欸 那齊玉 談的東西又怎麼樣 跟齊玉連在嗎 然後 其實在 在這樣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說明裡面 其實這裡面 其實是 其實是有 有可能再重新來思考 這個觀念性 然後 欸 剛剛 志穎他做的一個 比較詳細的一個報告裡面 也會讓我想到 許潘老師 欸 就是因為志穎他就說 藝術家就是一個 不斷問問女的人 那 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有趣 既然 每個時代都會有 那麼大的轉變 然後 每種角色 也會有 不同的內容 那其實 藝術家真的要 那麼從 文藝復興之後 就一直做做補方 好 其實 是不是 他也會有一個改變的可能 那 剛剛 許潘 許潘提供的給我 作為一個老師其實 很 很好的解決方案 就是 學生就是去調查 今年 所有的研討會 和年會 大家 找 每個人找一個方向 去參加所有的年會 然後 一定要問問題 就是說 他的成績就靠答 問了多少問題 回來聽 或者說 像 像 志穎他剛剛講到的 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 下次我們研究所 要招生的時候 其實 老師不要再問 學生問題 我們應該考學生 到底可以 對老師問多少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在不同的時代 在不同的技術的環境裡面 我在想的是說 我們如何有更大的自由度 跟協商空間去創造我們的角色 其實這個 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有趣的事情 這是我今天也學習到 那 接著還有幾分鐘學習的時間 還有沒有朋友要分享 或者要提問 沒有嗎 所以大家不值得 上一場 上一場比 晚餐的時間還比較 比較遠 所以 其實 這個展覽應該也要不要聽 這一位師兄 他們的師兄 他是老闆 剛剛我其實提到一個 就是 有人是不是 不是最了解自己的 這些事情 然後 那我之前在 網路授尋一些 像聊天這些 這樣的東西 我就 發現有一個是 比如說 你得了憂鬱症 你可以透過 跟那個 自己的聊天 跟媽媽透過一些問題 跟一些對話 幫你治療 你得了憂鬱症 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 這個點就是 是不是現在只要某一種 比如說某一種數據 不能某一種 跟人有關的一些研究 但它可以形成一些路徑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可以成立的 或者是 它就可以穿越一些 比如要問人類 你不會對人家 被處理到 人的問題 那件事情 然後另外 剛剛講到那個 比人大道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 比如說 彼得也是一個 這個名稱本身 也是一個 快路徑的話 剛剛老師提到 其實會 可能會慢慢形成 不斷開視窗的狀態 比如說 彼得他 如果 你把名字 完全改掉 是不是 這等於是真意的彰顯 或者是 如果它存在的話 這是路徑 怎麼願意去呈現這個 正義的這個概念 可是如果 當他不斷開視窗號 這個正義的一個結論 有沒有辦法形成 對不對 這我 我覺得是有點好時間的問題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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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要說 這個 我只能說 這個 有問題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那個 怎麼說 就是 我只是覺得 這個部分讓我比較 好像聽起來 也有正面的想法 就是當 因為 一開始 我覺得比較震撼的是 人都覺得人跟別的物種不一樣 因為人的思考、人有靈魂、人有意識的不同原因 覺得人的作為一個個體是重要的 但是一開始好像忽然覺得 那如果人不是一個作為有意識的個體的時候 就是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就是好像 就是你不是一個個體的最基本的單位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讓我們覺得好像會很焦慮 就是好像你相信的東西就是人 人不是一個具有可以獨立思考的個體 那可能是你跟別的東西在一起 才能算是一個獨立思考的單位 或者是你只有半個獨立思考的單位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一直好像讓人覺得很焦慮 因為有點違反了那個像我們說公平社會的那個基本的利益 但是聽到我覺得像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好像又有一種很正面的曙光就是 人沒有一定要成為一個基本的單位 因為如果因為事實上可能有別的 像是聊天以前我不知道 他可能以後做的人健全 他可以算是三分之一個單位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他對於某種程度 如果大家還要為人類的物種作為著想的話 那這個三分之一個單位 獨立思考的單位 事實上有助於在處理 就是人的物種碰到的精神狀態 協助他們克服精神狀態的狀況 然後我們覺得這好像也是有一個正面積極的想法 這是我自己的概念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在大多數的好萊塢電影裡面 就是說 所有的英雄 他都會開快車 對不對 因為他要救命 他要解除危機 所以其實他都必須要有一個破壞原本的 就是說道路規則的那個能力 然後不斷地趕到那個災難的現場 然後解決問題 可是我們如果再回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抱持著 我可以如超人跟英雄一般的 去解決任何事情的話 那其實我們在道路上面會死更弱的 也就是說 你為了解決那一個災難現場的一個人 其實這個想像 照理說會死更多人 然後 也就是說 其實在好萊塢電影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以人為中心的一種思維方式 那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會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在座有人騎摩托車 或者開工車 或者開機車 你在道路上面 你最討厭的事情會是什麼 最討厭的事情就是 有人蛇行 有人超速 然後有人壓車 就是說 就是說它會有各式各樣造成你的危險嗎 可是這些東西都來自於哪裡 它不是來自於它是保持界 或者也不是來自於它是飽化 或是來自於它是豐田騎車 而是來自於裡面的人嗎 所以這裡面其實意味著 就是當我們在推無人駕駛的時候 它給出來的烏托邦騎車 在道路上面不再有人 在道路上面不會再有超車的人 不會再有蛇行 不會再有超車的車 不會再有蛇行的車 可是 在那樣的世界裡面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它甚至連 急救車 也就是 救護車 它需不需要到哪個地方去救那個人 都計算出來了 那 在這種狀況底下 其實 人需不需要救 其實已經不是英雄的問題 就是說 不是那個駕駛 為了救這個人 其實它可以開分化 所以 我們其實 我們在今天 其實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或許可以超速長鬼 去達成一些事情 可是 這樣的一種激情 跟這樣的一種活動性 它其實同時 會造成 某種危險 然後 人為了遭受這樣的危險 進入到一個 更為 可控制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 其實那是一個 無人的狀態書 所以有一個人就問過 問過 我們一個問題 當 機器可以開 心臟手術的時候 或大腦手術的時候 你要讓人開 還是讓機器開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 困難的問題 因為 其實不用解釋太多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 已經在面對的這個狀態 那 還有沒有什麼 最後的問題 沒有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 解除我對他們的支配 以及美術館對我的支配 然後 以及無話題對 美術館 會不會很奇妙的 然後 然後我們又在這裡發展 好 就是說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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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